15岁出道爆红,却跟儿子偷吃被丈夫抓到,如今活成样。 在80、90一代娱乐圈队功夫非常流行,出现了很多功夫巨星,除了成龙、李连杰、甄子丹这些男星之外,也出现了不少功夫女星,比如杨子琼、杨丽精、圆秋还有李赛凤。 李赛凤,1965年生于香港,毕业于香港完成中学,中国香港电影女演员,动作无打女星。 李赛凤表演舞蹈被电视台制作单位导演肖显辉看中,接拍了第一部电视剧《大地恩情之家》在珠江,从此开始了演艺生涯。 因其甜美可人的外表,独特的气质以及敬业的精神,先后接拍了《大控诉,我要高飞》,更是评级被拳王无忌奠定了当家花旦的位置。 后与林郑英、吴君如等当红明星和拍《僵尸先生》、《霸王花》等热播影片,被称为香港动作片中的天使。 李赛凤的名气也为其带来富家公子源源不断的追求,最终2001年,李赛凤与香港玩具大亨罗氏家族的太子尹罗起人结婚,婚后并居美国,不过结婚六年后就离婚了。 离婚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的义子宗天忆,在罗起人疑似出门回家的时候,意外发现义子宗天忆在房间藏在衣柜里,李赛凤和义子偷吃的被丈夫当场抓住,清纯美丽的霸王花形象之一具。 在罗起人爆料不久,李赛凤更是爆料罗起人先劈腿团员汪小丽,称罗起人是为了多分得家产故意拖脏水,是是非非,恩恩怨怨,娱乐圈的这潭浑水从未停止或翻动,不论是谁被判在先,可见两人屁股都不干净,不过李赛凤竟然与前儿子扯到一起。 可真是让人扎折,动作天使的形象也随之烟消云散。 2007年,两人办理了离婚。 现在50多岁的李赛凤,早就没有了当年的粉彩,偶尔也发发出去旅游的照片,但是曾经的女神变成这个样子,也不禁让人虚惜。 参考来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